新造车势力的成长之快可见一般,虽然整体在快速成长,但由于各家的造车势力的参差不齐,各家都有本难念的经,但是贾跃亭的这本经似乎越念越离谱了。 据去日恒大健康发布的公告,贾跃亭半年号建了恒大的8亿美元,如今又向恒大提出在提前支付7亿美元,在为达到目的后提出仲裁,要求撕毁与恒大的所有合作协议,并剥夺恒大作为股东享有的有关融资的同意权。 今年6月25日,香港市影公司的恒大集团以67.46亿港元100%收购,此前,市影公司以20亿美元收购了Smart King公司的45%股权,Smart King公司权一直有FF香港和FF美国,市影收购Smart King公司其实就等于收购FF公司。 所以,恒大集团等于67.46亿,港元间接成为FF的第一大股东。 值得一提的是,恒大投资FF的这20亿美元将按照协议约定,在2018年底前支付8亿美元,2019年支付6亿美元,2020年支付6亿美元。 目前,市影收购Smart King公司的20亿美元现已支付8亿美元的投资金额,剩余的12亿美元将于2019年12月31日,以及2020年12月31日之前各支付6亿美元。 恒大没有把钱一次性投进去,而是选择分期付款,其实就能看出来,许家应对着比投资的小心翼翼的态度了。 根据此前时影和FF前股东签订的协议,如果贾跃亭无法在2019年第一季度交付FF第一批车辆,也就出现了违约情况,而贾跃亭将失去对Smart King的控制权。 但只要贾跃亭可以按照协议内容,按时交付FF车辆,恒大将会继续投入后续的两笔投资,总投资额将达到20亿美元。 今年8月14日,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集团以下简称恒大法拉第未来,在广州恒大中心接牌。 该议事上,恒大提出,10年后,恒大法拉第未来年产能计划达到500万辆,正因为有恒大的强势加入,FF方面对外宣布。 第一辆豪华车FF91的白车身已正式完工,并已成功进行整车装配。 首批FF91预计将于今年12月开始的2019年中期完成交付。 不过,业内似乎并不看好FF91能在今年年底交付。 甲跃亭已经八次被国内监管部门列为失信人,而恒大的旅渊历史也不值得夸告。 2015年,亚冠决赛赛场上,恒大足球队的胸前广告直接毁约的东欧日产。 那么这一次毁约的人到底是甲跃亭还是许家印呢? 在网友的猜测,看来是甲跃亭的可能性比较大。 尽管恒大方面派了恒大总裁向海军去做兼FF董事长,但甲仍保留对FF的绝对控制。 有人认为,FF91量产在即,假不再需要取代有扣客条件的财政支持,且不说FF91这个陶瓷还青涩难吃。 就算到了这陶瓷的季节,生产线扩张和营销区道建立也需要大量资金,双方合作的需求应该压倒任何单干想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